郭台铭董事长昨天晚上发出声明表示 基金会向卫福部申请疫苗专案输入一试 目前按计划进行中 任何的媒体报导 只要不是郭台铭董事长或永龄基金会证实的 都与事实不合 郭台铭董事长也特别感谢卫福部的同仁 牺牲假日与他以及他的团队讨论进口疫苗的细节 并且感谢陈时中部长承诺权力协助专案进口的一试 这份声明证实了近日各界批评政府阻挡民间采购疫苗 是为了护航国产疫苗谋财害命等等的说法 完全是子虚乌有 也证明了政府一直积极的提供民间团体跟企业 在自行购买疫苗上的协助 让疫苗的供给更为稳定 共同度过疫情艰困的时刻 蔡英文总统日晴也说过 热心的宗教团体 企业 民间组织 以及地方政府帮忙寻找国外的疫苗供给 政府很乐意与民间一起努力 确保疫苗是安全合法 绝对没有阻挡的问题 绝对没有阻挡的问题 在疫情仍然严峻的此刻 任何消费疫苗打击防疫的口水 都无助于防疫的工作 我们在此也要呼吁在野党 停止造谣抹黑并及时的澄清道歉 朝野团结努力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